所以這邊的話 raw的部分一定都是match 所以以後看到raw number就是match match部分 然後column的話應該第三欄按一個確定 這樣資料就帶過來了 就是我剛剛做法 第三欄的資料就帶過來了 那寬度有時候 這個地方自己再把它調一下 OK 高度 這邊的話 可以從格式裡面的 列裡面的自動調整 也可以 自動讓它去調整也OK 好 那再來的話 答案的部分就是直接把這邊3改成2就好了 再來的話會有個所謂的作答對不對 那作答完之後的話一題幾分呢 總共有80題 一題的話是 就是1.25嘛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是要去改分數 那當然以往用人工來改是很麻煩 80題要光看就看半天對不對 那用Excel來改的話呢 就是只要把這個跟這個兩個比對 如果這兩個比對之後呢 一樣的話呢 那就是1.25 不一樣的話呢 就是零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要這邊按等於嘛對不對 等於 等於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給它什麼呢 if 不 跟這一樣 應該是if啦 直接就if的函數就好了 if 然後呢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if 這一個 等於 哪一個呢 這一個 如果相等的話呢 那就是 1.25 反之的話就是 0 好 按確定 那如果說有做打 比如說我都刪 都給它刪 3 3 這兩個 選起來 都拆3的話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應該是幾分呢 那總分的話 這邊 好 你會發現 欸 奇怪 為什麼是0呢 這邊裡面的話 它是一個公式 是不是 那這個是一個數字 所以這裡面的資料 不相match 這樣子 比對之後的話呢 不行 那是不是要把這個地方